魏凤和说 习近平主席与谢尔达尔·别尔德姆哈梅多夫总统举行会谈 并共同宣布建立中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标志着中土关系进入新时代 中方愿同土方一道 继续加强两军战略沟通 深化拓展务实合作 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土命运共同体 共多格德耶夫说 土方愿同中方加强友好交流 深化防务安全合作 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地区和平发展